同样是泰山的消息 慈修公园是泰山地区非常重要的地标之一 平常有很多民众都会来到这边散步践行 不过这个公园里面有很多设施都已经毁坏了 为此议员宋明宗特别会统的景观处跟相关人员到场会刊 结果如何我们要带您一起来看看 新北市泰山区慈修公园是泰山区的重要地标之一 占地5.5公顷 平时有许多的民众到此散步践行 但是公园内有许多的设施皆已崩毁 为此议员宋明宗特别会统景观处以及相关人员到此会刊 完成重建的说明 那这些设备已经都已经非常老旧 那我们跟赖山医员会统我们新北市政府公务局景观处 来做一次的会刊 能够把大赛的改善 让持久公园经贵的争取 未来让我们整个持久公园重新的一个 崭新的一面让大家来做一个有一个好的休闲的一个场所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新北市政府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 经贵上大力的支持 让整个这个改善工程能够来完成让民众来使用 本身是农家子弟出身的松医员 对于园艺植栽也有一定的研究 对于持久公园重建后的植栽提出了务实的看法 他表示应该要秉除花草类的植物 而改以长年绿的灌木以维护持久公园的美观大方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个树底下的时候 能够来种植一些属于灌木性的树木 比如说我们杜鹃花或七里 金鹿藤等等的一些树木 能够季节性的开花 能够水土的保值 能够让整个持久公园更加的一个季节性的 一个花季的不一样 除了我们有非常美的一个树荫以外 那我们也希望整个草皮下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 一个不一样的树 包括三一维的杜鹃花 茶花等等都可以 那我想这个我们请景观处能做一个规划来做 相信在重建之后 持久公园将会摇升一遍 让使用的民众更加安全 同时提升持久公园的使用率 让泰山区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绿色古迹之都 记者在泰山采访报导 谢谢观看